再來看臺灣人真的很暖心 雲林四湖 陸長村 有一名三歲大的鄭小妹妹 一直跟家人住在租宿改建的房子 不只下雨會漏水 擔心房子倒塌 還得用木棍撐著 有一家人只有月領兩萬塊的基本工資 根本沒有辦法改變現況 鄭小妹妹畫了一張畫 想要大大的房子 這個夢想被義工團得知了 義工團會刊之後 著手幫他圓夢 要為他蓋一個新架 好幾個輪胎 壓在老房子的屋頂 怕被吹仙 走進屋內 連天花板都已經坍塌 一根根木棍暫時頂住支撐著 這個豬舍改建的50年老房子 就是鄭小妹妹的家 她跟爸爸媽媽還有阿嬤 就擠在小小的空間裡頭 擔心受怕 才三歲的鄭小妹妹 天真的拿起畫筆 畫出了她心目中想要的家 這是她要的房子 然後這個是她要遮兩個樹 大樹這樣子 簡單的一張畫 卻畫出了小小夢想 原來鄭小妹一家人 有土地 但是每個月全部人的薪水 加起來 不過兩萬多塊 根本沒法改變現況 義工團輾轉得知 被鄭小妹妹的話感動 決定要花75萬 幫她蓋一個家 她就會比這邊說 媽媽我們以後有新房子 所以妹妹很開心 對 她很開心 說那個屋子啊 夠用了啦 如果說還有其他人捐出來 就給他們希望 一工團去處理 這個月一號 志工團已經先來拆屋整地 預計23號就能搭好 鋼谷鐵皮屋 議員鄭小妹妹畫出來的那一個 心目中的家 記者方忠誠雲林報導